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得首先给大伙说一下 这经纪人到底是干嘛的 很多人觉得经纪人跟明星贴的劲 说你经纪人无非就是一天跟着明星这吃那喝 给明星挡着架挡着记者 然后给明星出去谈价去 经纪人真正的概念是什么 是经济二贞 我们知道什么叫经纪 说白了让你多挣钱 开发你最大的价值 那艺人靠什么挣钱 你得有活 所以经纪人最核心的事是什么 给艺人找活 这个找活涉及到的 如果你没活 那我得让你多干活 得让你活一下 多挣钱 所以先找活 这艺人已经火了 那找活的含金量就上来了 它设计一个挑活 啥活能干啥活不能干 所以像这些东西 什么该接什么不该接 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 往往这个要靠经纪人给把关 你看就挑活 非常讲究 当年这个李冰冰 有一段时间挺累 就想休假玩一下 那时候有个电影 叫回家过年找到他 他的经纪人王金花 就被称为内地第一经纪人 王金花说这个好 你得接 李冰冰说 那我累我要回家歇着 那你回家歇回泡海了去吧 还当什么明星 把李冰冰一个拽过来 从此李冰冰才开始走红 这个王金花 当初也是范冰冰的经纪人 范冰冰那个时候 竟演电视剧了 接到个电影 什么电影呢 咱们有不少朋友看过 冯小刚的手机 里边不有个第三者插足吗 那个出版社编辑叫五月 说你演着五月 范冰不想接 说这五月第三者 这对我很清纯的形象 不是个影响 不愿演 我娶不了你 我没那么天真 王金花说 你傻拍佛阳刚刚电影 里头又是葛优 又张国立这些话 拖着你 你还起不来 就这么着 范冰冰演着电影 后来还得了百花奖 从此之后 范冰冰也开始飞黄腾堂 什么样的活动 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它的核心手段 怎么样一人多有活 而且能有好活 这里有三大要素特别关键 打造形象 炒作 公关 打造形象指的什么 一人的形象怎么样 他向阳光正能量发展 少有些负面的东西 你咱们看你像范冰冰后来的经纪人 穆小光 当范冰出现整容 还有其他一些绯闻的时候 这穆小光说 咱们别躲 直接站出来 来解释 面对面的应对媒体 所以这也是打造了范冰冰这种 敢做敢当的形象 所以后来范冰叫范冰 这和他的经纪人 这是密不可分 那么除了打造形象 这一人知名度靠什么起来 你总得有新闻 总得让媒体可写 那什么呢 炒作 这炒作 我给大伙说 这里的技术含量挺高 比较常见的炒作是什么 咱们有时候经常在网站上 或者报刊杂志上看 某某某某 疑似有绯闻 俩人又拉手了 又拥抱了什么的 这种新闻你记住 你千万别相信 即使他俩真好 这个过程也是做给记者看的 为了炒知名度 那真俩人要是底下秘密的话 还能让你记者拍照 这事炒大了 保准有一个人站出来解释了 我得说说这事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站出解释呢 提高自己知名度和出境率 再一个往往伴随着他最近要出书了 要演个新电影了 要出个新唱片了 准有这事 而且解释毫无例外都是 我相信轻者自清 着者自主 再不就是 我希望你们更多的关注我的作品 这全是经纪人教的 那要真出现负面的了 经纪人怎么站出来公关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大伙传你这个不好那不好 经纪人怎么替你安排一些活动 澄清这个事实 而这些你会发现都离不开媒体 所以往往有很多经纪人 就是从媒体里出来的 他懂得媒体需要什么 媒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为你所用 对你报道有利的事 所以有好多经纪人 有媒体工作的经历 所以说打造形象 炒作公关 这是经纪人三个必须要